在某一種方面就是可以說台灣的選舉 是有一點像變裝一樣 就是一種風刺 一種反轉的感覺 我覺得這是一個機會說出真的關心的事情 台灣的民主是很寶貴的 然後我還加了一句 我不想在這邊重複講 我的名字叫 Ellery 我來自威斯康辛州 我在台灣11年多 我是一位老師 我也是變裝皇后 也是一個淡口戲劇演員 他、他、他 我覺得都可以 我不喜歡看到的是 一個男生相對比較陰柔的時候 就代表他不再是男生了 或者是一個女生比較像男生 他喜歡一些刻板印象 男生比較喜歡的東西 的時候就說他不再是女生了 這個我覺得完全沒有道理 男生什麼都可以做 你想要化妝 你想要戴戒指 你想要戴耳環 你想要恨女性化 你還是一個男生啊 大概是2021年 疫情比較嚴重的時候 我就開始玩TikTok 拍一些英文的影片 沒有人在看 沒有人按讚 沒有人留言 我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 還是我拍一些中文的影片看看 我就PO了一個 過了兩個小時之後 我打開TikTok發現 天啊有三萬人看過 那個錢包就是我的 那個錢包就是我的 我的錢包 那個錢包是我的 然後很多人在留言什麼的 開始覺得 OK這個好像很有趣 我可以回覆這些留言 TikTok上有很多小粉紅 有很多中國人 他們會來留言 很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中國人會說什麼 罵我老嫂子 然後那個是在中國 他們會罵男童子老嫂子 我也不知道 也有很多人會批評我說 喔你只是為了流量密碼 沒有 我拍這些影片 是因為我乾脆覺得很好笑 覺得 大家看的時候 也會覺得很爽 就這樣 變妝有趣的地方 就是你什麼都可以做 沒有人可以說 這個不是變妝 你想要怎麼樣玩都可以 你的頭髮可以非常高 你可以一次戴十個假髮 你可以穿一個 大家沒有看過的衣服 我記得Sandra Ho 她跟我說 她覺得 在某一種方面 就是可以說 台灣的選舉 是有一點像變裝一樣 有點浮誇 用那個車子 會一直在那邊喊 喔要投票給我什麼的 她覺得 如果一個變裝朋友 要選舉的話 就是會做這種誇張的事情 Sandra Ho跟我們說 OK 你們要準備 你們要抹黑對手 所以這個要準備 然後你還要準備 你的證件是什麼 然後我準備我的證件 我在想 喔我可以講什麼好笑的事情 因為基本上這些 回答這些問題 都要想一個梗 我那天的那個假髮 就是看起來像成局 所以我就說 我是漂亮的成局 我就覺得 這句很好笑 然後我還加了一句 我不想在這邊重複講 哈哈哈哈 要捍衛台灣的民族 把習近平淹掉 我覺得這是一個機會 做出真的關心的事情 真的要捍衛台灣的民族 台灣的民族是很寶貴的 真的要捍衛台灣的民族 你又說